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已经到下午时间了 今次继续有许乐山,还有我们《芒向铁人》 纽西兰的有机菠萝,易德台仰,大家好 记住点赞我们的视频,留言,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静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好了,回来今次又要再讲讲什么呢? 大家网友应该除了因为现在19个问题少了出街 或者可能大家有些网友都很乖乖,就是说 尽量少点出街,尽量可以留在家里 大家当然在家里可以听一下《芒向编辑部》之外 有时候应该都会看电视的,因为始终我们的画面不好看 难道只是看我们这个荒包菠萝吗? 是吧?看到卫孙过多,这么多菠萝 上天看电视都是ok的时候,看新闻 ViuTV当然了,都是个叫做 很多网友都看得挺开心的 好了,现在有一件事挺搞笑的 就是因为这个杜汶泽的什么叫layshow 他有个屎人apps的,当然了,我们当然网友一定明白的 不会下载这样的apps,一定不会 好了,接着又说什么,给这个ViuTV去 要封杀他还是怎么样的 我就觉得ViuTV真的会封杀这个人呢?或者对于他这件事? 说会封杀上过layshow的艺人 又说情况呢,会好像当年呢 无线啊,要弄低阿氏一样这样喔 哦,这样? 这个呢,杜汶泽就是单方面在他自己的Facebook透露 喂,有没有少少抬高了你自己呢? 他的apps刚刚才上架而已 有什么艺人上过他的apps做节目呢? 是不是呢?上过的那些艺人,他是不是 同时都有帮ViuTV有工作的呢? 不一定有的喔 意思就是说,上过杜汶泽这个layshow的话呢 你再上来我ViuTV呢? 是的 就不行的啦,那杜汶泽的意思就是说 咦?就是怎么样?封杀上过来我那个节目的人啊? 我害怕啊? 有layshow没有我 是的,这个就 我觉得有少少老趋的成份喔 他是借ViuTV来的 捧自己啦,我认为是这样啦 还有一件事啦 有机会啊,他的layshow没有人上去 然后可能会说,哎呀,阿扎阿扎 为什么你的layshow好像没有什么嘉宾,没有什么主持的? 就是怕有人封杀咯 我打不死的 然后呢就可以卖那些叫做矫情的了 我们的apps呢,虽然不能够收费还是不能够 就算只有我杜汶泽一个人,我都要继续做下去的 现在呢就给下台阶了 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看 一个呢就是 就是把自己啦 就觉得自己呢,ViuTV都害怕了我啊 你怕了吗? 为什么这么封杀呢? 就是害怕了我 害怕了我杜汶泽 另一个呢就给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设定下台阶给自己呢 到时没人上来,或者原来这段时间都找不到人来 制造这个下台阶给自己先 那他现在,他去了台湾呢 原来说他拍一个叫自家折磨 叫做寻找他妈妈的故事啦 但是我觉得他的行为就相当挑衅啦 就是对着ViuTV之余 还有见到这个芒果佬啦 见到呢,跟芒果佬呢 一起在一个合照呢 他会不会这个他妈的故事 是不是跟他寻找他妈的故事是 就是寻找他妈的芒果佬 寻找他妈的黄毓民 那个故事就是黄毓民啦 就是寻找他妈的黄毓民啦 他说我会排除曼难啦 还是怎么样的 又说到自己哎呀 我今天就转这个收费apps啦 订阅啦 如果你问我啦 可能是他叫做败忙的开始都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呢 我可以分享一下少少那个心得啦 如果呢要拍好像他这些什么一个 一个节目形式或者一个故事形式那样呢 可能呢 我们只不过是看的片 可能有五分钟左右 假如半个钟呢 应该这么说 有时候一些很短短的叫做旅游的片段呢 可能十几分钟 不要计那些什么网红的还是怎么样呢 嗯 很可能呢 如果你真的要制作得好看的话 就是像一些旅游节目的话呢 十分钟左右 你基本上呢 已经花了你整四五个钟的了 就是只是拍摄来计算而已 你还没计算其他什么化妆啊 那些其他不同的什么对剧本啊 走位啊 灯光啊 设定啊那些 就是这样的了 如果你拍得好看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你想想半个钟的可能都 半个钟一集的话 可能他要拍一天 甚至乎可能两天才行的 或者甚至乎你够不合适的时间 够不合适的地点走 因为可能你要拍的时候呢 你要就着那些地点来走啊 今天我走哪几个地方 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可能有制作人去做的呢 哇 都不少惹一下啊 就是他没见官已经打四十大板了 你的apps 我不知道你多少钱呢 我记得就不是很贵的 如果他的粮不够多的话呢 他随时啊 那些人可能这样 哎 到时候要不要看啊 到时候看上网有什么可以 share才看不可以了 要不要付钱呢 香港人就算口讲支持 实际上行不行呢 都是一件事来的 是吧 嗯 那好了 他又走去 讲一下什么呢 不知道啦 现在ViuTV 有个叫《全民造星》 那就是《PART3》啦 的真人show 原来都很受欢迎哦 因为为什么呢 有什么事情炒了就会发生了 当时呢 第一水的时候 是不是好像弄了一个批叫做MIRROR 叫做姜濤那些出来的嘛 那姜濤我们要小心点讲哦 原来很多fans 很多fans的 是的 那我们没有批评 也都没有什么的 就纯粹说了 没有的 没有的 我更加没有资格规评 因为我都不知道谁是姜濤 我都不认识他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啦 很难评论 我要翻查一下他什么资料先 将来我们再有机会再评论一下 好吗 没错没错 那好了 那我说本来呢 又是什么各有各做 还是怎样的 谁知道呢 这个杜汶泽就去挑人机 挑引人哦 发长文 就说呢 就是刚才所说啦 就说我们被ViuTV封杀啦 看到你们看全民造星 看得这么开心 我都很明白的 始终是人是需要娱乐性的 我不是想掃大家庆啊 但是很多我们台上 接触过的艺人呢 都说ViuTV跟他们说 做ViuTV就不准来做Lay Show 噢 接着呢 就说 哦 这样 接着又说 杜汶泽自己在这个影圈和电视圈打滚 那他真是真打滚的 见到ViuTV这个举措呢 都说觉得相当搞笑 接着他说 哎呀 不知道还以为在讲TVB呢 接着无论是政治立场也好 利益冲突也好 OK 明白的 始终呢 我们这个台的野心呢 都是想和多些同路人演出机会 既然艺人有出路 那当然是做啦 那你就找王中尧来做咯 他是找另外一个姓王的上去 哦 是哦 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讲一下 这个呢 这个呢 当时呢 就为陈志雲擔遮 遮风挡雨 风雨同路 肩并肩 真是看到人家都真的 我都不懂怎样用 那种的情感 也是啊 那天风雨也很大 风雨大 打冷阵 那继续讲一下 然后他就笑一下 ViuTV有没有我台这么多人看啊 ViuTV有没有我这么有钱啊 又说自己呢 四面受敌 八面威风啊 八面威风啊 这么厉害啊 是啊 又说什么 又说已经习惯了啦 又跟那些员工讲啊 今天没有你这么大啊 你不让我将来有的吗 啊 啊 重要 做生意 长衣是靠实力 你做得好 大家一定支持 同事加油 明天开台的事 辛苦你们了 还有 接着有些媒体 就去问ViuTV的发言人 还是怎么样了 多谢茶商 没什么好说 啊 啊 得淡少了 那你就试一下 是不是真的会 会这样咯 我 就是你问我 可信程度呢 我都颇低了 嗯 有时是会 有时是会 独家那些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未去到 就是 大家是同等级就会了 我举个例子 以前在 现在香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都离开了一段日子 没有去跟进 有些产品呢 如果你买了在 曼宁的话呢 曼宁会跟他们说 喂 这只产品啊 他可能只不过 你是一支普通的潤唇膏 但是他不知道 你有一天会爆红 他就说 喂 我们要独家 那些什么屈人子啊 那些 不准让他买 没错 不准 有他没有啊 是啊 不准啦 那好了 独家行不行 那你不是Johnson & Johnson 这些那么大 什么得果定啊 就是这些 什么花王 大厂 不是啦 可以 最重要 曼宁哥 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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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好 聊好条件 合作愉快 吃神 好 好 当然 你不会所有的产品 只把这个曼宁 好了 到了屈人子的时候 喂 打电话来 我见到你有个人 在曼宁那里 很棒啊 喂 为什么不让我独家 醒点过来 他通常跟你说一说 下个星期上来那里聊一聊 屈人哥 那是不是打到你 都要上去说两句 都要去的 都要去的 屈人哥 你听下行不行 我把这个包装 这样这样改 风格走这个路线 包你比那边更强 是啊 怎么可以啊 一如这样做 有钱 然后吹着口 雪茄 你有钱 跟我英俊 去 这个就 到我们独家 你就要做两饭做两非 到时候我们这些真的 夹着在中间的 真是很惨 喂 你 刚才说这个故事呢 就代表了一件事 你晕神高就行 是吧 你两边呢 要这么高这么大 就是万钓对屈人子 就是你两边的角力 去到这么难分难解的话 你就需要去 你不要出去 你出去 你出去 你不要来我那里 要么你就去独家 要么就是我独家 见到你 你就不可以去那里 他觉得你对方会有威胁度 才会叫你独家来我那里 是 是 是吧 喂 你到这个level 到这个level 好像万钓与 语屈人子 那种的竞争状态 还有你只不过APP 在手机里看 喂 我Netflix 都未到这么夸张 是吧 是吧 有些 有些香港人 其实那些剧 有些参与的剧 都去到Netflix 难道是 去到的 你去到Netflix 就不会有个TVB出现 我觉得是这样的 例如那个 《为英雄》 那时候那里也有一套 《深淵》 《铁探》 《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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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作的机会我也挺大 跟着呢 刚才讲到的 这个《深淵》的物友 就是这个黄喜 哎呀 起过呢 真是 又跳出来 那时候叫什麼 看到吗 这个杜汶泽就说 他看Facebook 是啊 Facebook在这里 是啊 都是这样 可能陈志雲劝她留下 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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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志雲大师 黑木鱼,王喜,你的Facebook都留起他好些 听我智雲大师所说的,好啊大师 这个王喜,那时候看到什么警方消息,搞到本城风雨 搞到一堆素周期,拍个屁股,接着扭一下扭一下,扭到杜汶宅那里 杜有喜,你这次责逝啊你反正 谁知道杜汶宅那里本来说被他做一个类似叫做怕方消息 延续这些劇场那些,很老实说杜汶宅也不是傻的 看到這個叫做 因為他們那幫人不出來 他們那幫人不出來也沒有警方去拘捕那些人的情況 也沒有那些 再有那麼多的事情給他們說 是不是? 那麼又嘲諷不了 又做不了這些 變成王企其實本來都很難做的 其實你做什麼呢?你再在那個台上 你做些什麼會有人看呢? 他來來去都是扮警察的 現在是不流行的嘛 勾了嘛 接著他就做炸亮了 又幫忙撐老闆 他說嘲笑別人ViuTV的王牌節目《全民造星3》 幾個搞不起的 教50個搞不起的 那怎樣才搞得起呢? 王喜哥 你照著鏡你自己搞不搞得起? 這個真是好笑的 一個最美的藝人 就去批評其他人撈不起 這麼搞笑的 過去馬來西亞找一下大馬sir啦 不要問我 我很忙啊 找你吃那個撈起啊 是嗎? 撈起呢? 是嗎? 撈起是不是有很多的? 我覺得好像有很多的 怎樣撈起呢? 不知道有些魚生 魚生是有些麵的 過新年 比現在新年還更旺啊 不能夠照顧你啊 不能夠照顧你 不得人撈起 你自己買一碟外賣 撈爆去 那要夾起 夾起 夾到很高的那些麵是不是? 那個是撈生 撈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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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到風生 你弄了一個節目出來 得淡笑咯 其實我們看回杜汶澤之前 其實都幫ViuTV做過那些劇 那時候走路去台灣 後來走路去馬拉嘛 不過是走路去馬拉那次 那一次是很討人討的 走路去馬拉 就去人家吃肉骨茶 吃完肉骨茶就唱了人 唱人不好吃還是什麼? 唱什麼? 唱人家借他的名字來做宣傳 但是我想跟你說 他在大馬的飲食界的名字 是響過杜汶澤多多聲的 是名店來的 真的是 巴薩生 肉骨茶街 就是感應第一也沒有人感應第二 是嗎? 算是 那大馬上去吃過 覺得如何呢? 當然很棒 晨早6點多就要開車去那裡吃 排場 排場 6點多? 是呀 他買了收工那種寸嘴 現在就好一點 當時是 都相當快賣了 現在6點已經開始賣了 是呀 這裏輕一早起床 巴薩那邊輕一早起床吃肉骨茶 當早餐吃的嘛 6點太早起床了 太激也沒灑完 很明顯已經是去鬥早去吃了 哇 真是厲害了 如果有好朋友住附近的話 可以叫他霸位先吃 霸位先吃 哦 這樣 是呀 那杜汶澤這些 以為就是以為 每個人都要癡去的能量 還是怎樣的 那麼多了 是呀 究竟是癡去的能量 還是叫做正能量呢 大家心裡有數啦 那好啦 講到這個 就是個句啦 王喜跟他癡癡癡呆錯馬一台 好答不答答中這個雷騷 那你真是按雷啦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